歡迎鄉親在大中華新聞的現場 來看中華官東部公約所連選兩黨 和合比訂公所合作 基本不用匯豬帶這個九號和鳥 進行責任抽選 希望減少流浪九號和鳥的產生 也來就是小高北公約和 全部定義典相關工作 為了5號改革流浪東部的問題 中華官東部公約所連選兩年 和合比訂公所合作 辦理混種全貌三合一 下鄉絕育華東 做絕育之外也可以做狂犬病預防注射 然後完成寵物登記的工作 那政府每年會固定的時間 來通知做狂犬病的預防注射 另外你的犬肢也因為做了絕育工作之後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這個犬肢的繁殖 那造成大家的這個飼養或環境上的一個壓力 來報名的非常的踴躍 也陸續也感謝我們的防治所的所長 以及我們所有的相關的一個服務人員 來配合我們這個活動 以免造成我們的一個流浪全貌的多 然後也呼籲我們民眾能夠對流浪全貌的一個 不要跟他們飼養 以造成他們的一種生育的一個多出來 能夠造成我們敵人的一個危害 台灣自身要讓動物協會發起全貌絕育行動 結尾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 近年來又開始獲得幾天 和鄉進行三合一全貌絕育行動 在拜登有好感規的流浪動物生團的速度 東西團大近凱全貌絕育館量 自己來的動物被收容後 因為是收容嘛 非主動取得 它的責任感也不會那麼強 所以常常就是不灌又不砸 只是給牠飯吃給牠煮 那就不斷的繁衍嘛 所以雖然他們我們講家貓家犬 在牠們來講 牠們也沒有幫牠做重燈啊 也沒有特別負起責任 牠們覺得是自己來的 那這樣的三合一 下鄉三合一活動 就是跟牠做一個交換 免費的結紮重燈跟防疫 來交換牠從收容者變成世主 所以從此以後 今天來的這142次 牠就被納入世主責任的管理範圍了 在那之前牠是沒有的 這樣之後牠能減少流浪動物的那個事情 牠會改變牠們的命運 不會就是都在流 就變成說台灣流浪動物太多了 對 其實這樣也是一個生命 連菩薩進去死了後 依絕育代替菩薩 是不像台灣民眾多數的強姓 無論有很多事主 接受這樣的觀念 向牠塞董孟自首長表時 希望透過下鄉絕育的活動 可以有好興奮 娘和娘的貴獨生團 感謝流浪動物的三星 多中華新聞以後無何必才恐怖的 多中華新聞以後無何必才恐怖的 謝謝大家